Hello,欢迎来到其实您该,我是Dandy 在这里呢,希望提供给你一些生活小建议 你可以参考,可以预防,也可以鄙视 希望你从中呢,获得一些思考的新方向 今天要聊聊,其实您该了解 Nephers,我的女神室友斗纳 秀至西首梁士宗,谈一场揪心的虐恋 最近刚上架在Nephers上面的原创韩剧呢 叫做我的女神室友斗纳 它其实改编自敏宋雅的网路漫画 叫做爱上姐姐的理由 而且它的导演是爱得迫降的李正孝 所以大家就是非常的期待为眼先轰动 它因为呢,前作那个爱得迫降的成功 所以对于这部戏也有很高的期望 而在实际的进入看点之前呢 还是要小小的简介一下这部剧导在说什么 故事的主轴呢,就是在讲一个暖男的大学生李源俊 是由梁士宗饰演的 那和一个神秘的K-pop偶像李斗纳 是由艾秀至饰演的 他们两个意外在一个宿舍巧遇了 然后竟然变成了室友 那这个过程之中呢 就是分享这个租屋处的一些 然后生活的点滴啊 还有意外的一些邂逅 变成一个浪漫的爱情故事 那今天就来讲讲到底这部剧的看点为何 那首先第一点 一定就是要讲一下选角的 这个女主角名字都已经直接写在剧名上面的 我的女神室友斗纳 饰演斗纳的就是秀智 号称韩国的国民初恋 这个选角我真的觉得是100分 真的就是100分 怎么说呢 因为其实秀智当年也是知名的女团 Miss A出生嘛 所以本身能唱能跳啊 而且表情管理一流 即便她已经出道多年 但其实她还算是很年轻 她今年才29岁 那我觉得她演技也是非常的在线 因为去年因为安娜这部剧 她还打败了宋慧桥 抢下了青龙奖的侍候 我觉得非常厉害 那今年29岁的秀智 我觉得她在身材管理啊 还有颜值的状态都非常的堪打 基本上就还在巅峰状态 那在里面的不管是妆容啊 你知道眼线啊 甚至那个头发公主切啊 可以说是讨论度非常高 很多的时尚网站都在分析 她的妆怎么化 这个头发到底怎么造型啊 连她的那个超级白皙的皮肤 都在写一些什么 她是如何保养的啊 健身啊 或是她怎么吃东西 减肥瘦身之类的 更不用讲 她连剧中那些穿搭 因为在里面呢 她饰演是一个神秘的偶像 然后一点半隐退的状况 所以她就是生活在民间的时候 都戴棒球帽啊 想要压低自己的明星光环 所以基本上她外出都穿什么运动服啊 或是什么碎花洋装搭配棒球帽的穿搭 那这样的搭配技巧也是 让很多的网站在做一些什么时尚专栏的写谈 那这些品牌到底是怎么搭配的啊 撰写一些相关的攻略 那我个人觉得在这个剧中啊 就是有别于一般 你想象到韩剧 女主角多半都是那种傻白甜 就是个性的人设都是那种什么 无辜啊 清纯啊 不经事事 但这个 我的女神室友呢 她其实本身就是一个当红女偶像 然后占别舞台 占别歌坛 所以她的侵入历程 就是比较抑郁一点 忧郁一点 就是可能经历一些低潮 然后无法再重回舞台 然后可能就是有点隐居在人世间这样 那她这整个过程 跟那个心路历程 跟秀智本人的经验也是蛮贴合 虽然我觉得秀智的演艺之路 相对也是顺遂很多啦 因为她也是女团出身 后来转戏剧演员这样 所以我觉得秀智本身 她自己的人生经验 跟这个故事的女主角 应该就是很贴合 因为都是女团出身 当了很久的练习生 好不容易出道了 结果可能遭逢一些 问题 她们这个团也解散 然后她只能够 自己等于是单飞 然后开始变成女演员的 这样的路子 其实秀智当年在Miss A 也算是非常的红 她们算是很厉害的女团 然后后来 因为就是中间一些合约 或是一些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 后来变成是单飞 就跟这个女主角 后面那个转折 也是有点雷同的 所以我觉得 这个角色真的就是非她莫属 连跟她搭档的那个男主角 在受访的时候也有分享到说 秀智饰演的李斗娜 真的非常棒 而且她在里面就是前面几集 有潜入校园去找男主角 然后就是来课堂上面听课 然后她趴在那个课桌上面 回蒙一下 带着那个鸭舌帽 整个细微的表情 还有整个动作 就变成一个名场景 在各大社群就流传说 你看她的妆 她的头发 整个非常很迷人 这样 那就是很多人就在下面留言说 听得也太美了吧 也太正了吧 之类的 那后面讲到就是关于说 男主角的选角 是梁世宗 梁世宗呢 我对她其实比较不熟 但是她在这部剧里面 演一个大学生 她的少年感真的是 非常的厉害 就看起来很年轻 但我后来就查了她 Wikipedia之后才发现说 她今年其实已经30岁了 甚至比秀智大一岁 但是秀智在里面是演姐姐 她演了一个 就已经出道多年的女偶像 那她在里面 这个男主角是演大学生 19岁而已 所以就是真的很厉害 30岁演19岁这样 而且毫无违和 那她过去的代表作 应该就是浪漫医生 金师傅里面担任配角 这部剧是她 算是退伍之后的 首部新作品 而且直接担任主角 那她也在受访的时候 聊到说 她当初 就是在准备这个角色的时候 因为知道说 我要演个大学生 所以她就狂敷面膜 甚至还特地去做了一些 医美雷射手术 还有刻意的减重健肥 想要看起来年轻一点 我觉得她在里面看起来 真的是很年轻 但我根本觉得 她在里面这个角色 偏比较 就是比较抑郁一点 就是内心性格比较压抑 但我觉得她蛮适合演喜剧的 我蛮期待她未来的表现 她跟秀智搭起来 也是意外的和谐 因为当初看到这部剧 你会想说 这女主角超级有名 很期待男主角 会是另外一个 很有名的男演员 但是看到她出现的时候 刚开始看的时候 想说 怎么会选一个男主角 知名度跟秀智 有点落差的人 但其实你看到后面 就会发现说 这个选角其实是不错的 后续在采访的时候 导演也分享到说 他给予这个男主角 很高的评价 他说 梁世宗一起合作的时候 就觉得说 这个朋友非常的纯真 跟这个剧中的角色 原剧你可以说是一模一样 所以他在情感表达上面 非常的流畅 所以他觉得 这个男主角选的 还原度跟相似度 非常的高 那其实后面还有配角 也是蛮有名的一个艺人 叫做夏英 他在剧中饰演是男主角的 初恋金珍珠 两个人就是对的人 但是一直错的时间 就是一直搭不上 在剧中两个人 就是以那种灵魂伴侣 来定位两个人的关系 那这个女配角 长得有点像是 绅士锦家 林之言的综合体 那第二个看点呢 我个人觉得是 他剧本里面 虽然一开始有很多 不合理之处 但是不影响陆戏 比方说他的设定 是说他们两个人 男女主角 是在一个宿舍认识的 而且是男女混租 我就觉得说 一个超级偶像 然后即便他就是想要 就是退营 然后就是稍微占别歌坦 但也不可能去住在一个 大学区的旁边的 那种民宿里面 甚至大啦啦 跟一些大学男同学 就住在同个宿舍里 就觉得很不合理啊 就是这个设计 当然就是可能是 韩剧的关系吧 加上他里面 女主角的个性 其实不是很讨喜 虽然他就是 你可以想象得到 因为他就是女偶像嘛 所以个性本来就是 可能跟台前幕后 会有点落差 但就是偏忧郁 很难猜透的个性呢 就是会让人觉得 看下去就 这蛮讨厌的 这样 就是豪佳在秀制的颜值 就是很堪打 所以会让人觉得 好啦 人家是可以加分加回来 不至于让人觉得说 追不下去 那过程之中 双方那个互撩的感觉 就是会让人家看得心痒痒的 那这是第二个看点 再第三个关于说 影集的结局呢 跟那个漫画里面的 结局是不一样的 很多人看完漫画之后 很期待这个影集上架 但是如果你有看过漫画 它叫做爱上姐姐的理由 它的结局走向呢 就算是一个比较悲惨的结局 但是这个韩剧 我的女神是有抖纳呢 其实后来就是有改编了一下结局 没有像漫画这么的惨 所以后续呢 来聊一聊 关于说 它的结局到底是怎样铺陈 那如果你本身还没看到 这部剧的结局 那建议就是可以稍微跳个30秒 那因为我接下来要小小的爆雷 因为它的结局收尾 大家可能看的时候 你乍看顺顺的看完 你会想说 怎么后来没有在一起 你就很意外这样 想说Ending就是在 这个男主角顺利考上公务员 然后他到日本去出差工作 然后斗纳继续他的 就是女明星的忙碌生活 那最后面那一幕 就是两个人在百货公司巧遇 男主角在陪长官选礼物 然后女主角装作不认识的擦身而过 但是你看到那男主角 好像经过女主角旁边的时候 会有松了一口气的感觉 感觉想说 哦终于就是没有认出来这样子 但女主角却有回头看了一下 男主角才离开 那这个状况跟这一幕 大家想说 天哪 两个人最后竟然没有在一起 就这样子分开了 但其实如果你有认真的追完剧的话 里面有很多的彩蛋 很多网友都认为说 其实这是个开放式的结局 但是其实也没这么开放 因为他在每一集的开头 你看他每一集的片头 他都有一些蒙太奇 这些蒙太奇跟他后面 就是在接演的剧情 完全没有相关 因为他这些蒙太奇 都是出现在日本 就什么日本的铁道啊 日本的海边啊 日本的花海啊 那两个都在对视 或是两个就是互相看着对方这样子 遥望着对方这样 那其实这些蒙太奇的片段呢 你如果把它兜在最后面 等到结局演完 再去回去看 就是哦 其实他是在暗示说 两个人 只是把台面上的感情 转移到私底下 偷偷的见面 偷偷的约会 然后只能够 因为女生的名气比较大 所以他们转移阵地到日本去见面跟约会 只是他为什么后面那一幕演出来 他要装不认识 因为彼此旁边都有一些 比方说长官 或是他身边有一些什么工作人员 所以他们看到对方说 要装不认识 但其实你如果去看每一集的开头的片头 他们两个其实都是在日本一直都有见面 然后都一直有偷偷在约会 只是说没有这么明确的演出来给大家看 但如果你有仔细的去看他们一集开头的片话 你就知道说 男女主角两个人脸上挂着都是笑容 表示是个开心的happy ending 那另外一个跟漫画的差异呢 就是男主角 其实他在漫画中的配对呢 是他从小的青梅竹马崔一罗 那个崔一罗之前有去国外念书嘛 然后求学这样 而在漫画中的结局就是男主角跟这个一罗最后面走在一起了 然后交往 但是没有跟女主角在一起 那两个只是在街头相遇 然后两个相视而笑 就没了 就只是知道说这个人曾经在我的生命中出现 然后记得那一段美好的时光 那最后面可能因为生活的际遇不同 然后或是一个当女偶像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贵于平淡这样子 这是漫画的结局 但是韩剧就是不是这样的结尾 那最后面的看点呢 就是金剧 里面有一句话 就是写出两个人的心态 就是男主角对女主角说 我们完全活在不同的宇宙 只是恰好在某一个车站碰头了 来描述说 他们这两个就是身份差很多的人 竟然会在一个宿舍里面 然后相遇邂逅 而且还交往 我就觉得这一切人生很不可思议 那我觉得这个剧呢 算是蛮特别的设计 就是男女主角的个性都偏比较压抑 但中间前半段都是有甜滋滋的那个爱美啊 然后粉红泡泡啊 放闪啊 是蛮疏压的疗愈的 但后半段有点太过抑郁 就两个人就在那边纠结说 一个当女明星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有点小小的自卑感作祟 那我觉得整体看起来是个 还不错看啦 就前面甜滋滋的 但后面有点小沮丧 但后面收尾 就是其实是个开放式的结局 但我个人觉得这个彩蛋里面看出来 他们两个后面是happy ending的 所以大家可以安心的服用 最后面呢 我要推荐一个美食 是位于士林夜市的小吃叫做巴之兰大肠包小肠 地点是位于士林夜市辞城宫的庙口 店家主打就是他们口味超级多有九种 像什么原味啊 香蒜葱啊 泡菜啊 什么香辣黑胡椒啊 柠檬啊 蜜汁啊 等就有很多口味你可以选择 那它的香肠我觉得吃起来是有一点酒味的 糯米呢 满软Q的 但是它的份量没有像 你想象的到那种一般在路边买到的 大肠包小肠就是很大一份 它就是偏小 它的香肠也是偏窄一点 糯米肠也是小小一个 但是就是吃下去是有嚼劲的啦 就我个人觉得说偏像是观光客 经过会想要来一根 因为它就是可以坐在那个庙口 阶梯上面吃 就是蛮有在地氛围 很棒的饮食体验 就是那种说 但是如果你是 就是常常在吃大肠包小肠 你可能会觉得说 这一间店的那个东西用料 不是这么的澎湃 因为它价格也是 相对有点比较贵一点哦 要60块 那有经过 如果你想要常常先的话 也是可以试试看 再次推荐给你 相关的资讯呢 我拍影片后方的IG 其实你应该 请大家去IG搜寻 其实你应该 按赞追踪起来 我在县东东 发很多有趣的即时新闻 还有梗图 所以你一定要追踪才看得到 好啦 那只有今天的其实你应该 下次见哦